现在8点多 但外头很多地方已经来到了31度 甚至快32度的高温 我们即使影像是在高雄寿山 看起来高雄的天气也不错 但是有点雾蒙蒙一片 但要提醒高雄的观众朋友 因为中南部在午后 因为有一些热对流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不排除午后 也是会有雷震雨发生 至于魏晶云突昭提醒大家 因为今天主要还是一个 比较偏东北风的环境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 似乎都有云出现 所以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相对来说是蛮零星的 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末 天气形态都蛮类似的 白天温度还是比较高 但是温度比较高的区域 是随着风向改变 偏向的是桃园以南 还有中南部的地区 至于北部的高温 跟前两天相比 是相对的稍微的减缓一些些 只是中四过后到周日 北方逐渐会有一些凉空气南下 月估周六周日会到了东北季风标准 这是今年第一道东北季风 到时候东北部的温度就会有明显的降幅 像是大台北地区 高温恐怕大概只有28 29度 会不到30度 这个降温的感受会蛮明显的 到时候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至于今天降雨 主要就是台湾东方的水气是慢慢的移进我们台湾的过程当中 至于礼拜三到礼拜五就会通过我们 但这几天都是水气偏多的状态 大气结构都是蛮不稳定的 所以整个东北部迎风面的部分 今天一整天恐怕都会有零星降雨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一大早其实在基隆北海岸就有一些地方 就有一些降雨的出现 至于中南部就是还是午后热力作用加成之下 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 不只是山区平地也会下到 而且在晚上到清晨的降雨 也是会出现因为云比较多 所以就有出现一些雨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了 中秋廉价到底有没有可能可以赏月呢 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雨是偏多 云量也偏多 所以中秋赏月可能要碰碰运气了 至于亚洲云雨图就要提醒 真的中秋除了有可能没有办法赏月 到底会不会有一些热带系统影响我们呢 只是现在就预估了南海 礼拜三到礼拜天 是有热带系统发展的可能性 但重点是偏向南海活动 距离台湾很远 影响我们的机会是不太大的 礼拜四礼拜五是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但就像我们讲的 离得很远 所以没有直接影响的可能性 而没有直接影响的 就是现在还有个热带性低气压 是在昨天晚上生成 这新的热带性低气压 距离我们是有一段距离的 因为它大概是在台湾西南方 1600公里的海面上 这个距离我们当然有一段距离 它现在是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溪来进行 目前看起来 它因为碰到陆地之后 就会慢慢的减弱 所以成台的机会相对比较低 它持续往中南半岛这边来前进 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性 但现在影响我们的就是水气比较多了 四日雨区提醒大家 今天一早水气还是主要在海面上 但随着这个微弱的东北风慢慢带进来 一大早其实在基隆宜兰恒春 是有一些零星降雨 但这个雨其实不太明显 雷际雨量大概都十几毫米 而时雨量大概只有一两毫米 但不排除今天迎风面的部分 都有机会有一些零星震雨 但这个雨不是很明显 但重点就是中南部 会有一些午后热力作用加成 整个云林以南都有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 今天礼拜二开始一直到礼拜三礼拜四 礼拜五这个状态其实都蛮类似的 只是要注意这个午后雷阵雨 真的会下得蛮大蛮突然 因为昨天在嘉义的东区 还有屏东东港 雷系雨量都超过80毫米 今天的下雨状况 其实跟昨天会是蛮类似的 而跟昨天蛮类似的 还有高温的部分 因为温度有些地方 今天还是会有机会蛮高的 在云林县跟台南市都是黄色灯号 不排除都有上汗36度的可能性 至于今天的低温 一样出现在花莲鲤鱼潭22.2度 新电24.5度 干跟昨天相比 其实这个低温是有稍微回升一点点的 但是要注意了 中午这个太阳露脸 早上太阳露脸之后 像现在有些地方温度已经快到32度了 而之后这个中午的时候 就不排除这很多地方 温度有机会来到36度 但要注意了 今天主要是桃园以南的部分 这个温度会偏高 至于在北台湾 相对来说 这个温度跟昨天相比 今天不会那么高 但不管如何外头紫外线 在中午前后 紫外线都还是蛮强的 来看看全台紫外线 几乎都来到了过量级 只有马祖是高量级 但不管如何 外头中午紫外线偏强 还是要注意防晒 最好是带把雨伞 因为这个伞可以在中午的时候遮阳 而午后雷震雨也可以防雨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晒措施了 接下来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趋势 北台湾的温度趋势来看看 今天温度大概是27到33度 但今天在迎风面 恐怕会有一些降雨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跟昨天相比 这个高温是相对比较上不去 32到33度 至于在中部 中部今天都晴到多运的好天气 今天高温有机会来到35甚至36度 只是要提醒中部像是山区的部分 午后也是会有热力作用的产生 会有一些雷震雨的状况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中南部一样是整个降雨几率 是在午后发展的可能性比较高 还是要注意了 没有下雨之前温度还是偏高 都有机会来到33 34度 至于在东台湾部分 东台湾同样今天是迎风面 所以降雨的可能性也是偏高 所以高温只有30 31度 以上这节的气象资讯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首先咱们在混入中和留在颜色 中间是墓入 墓入这个激度 内温度是墓入的 还能全部复入